新北市永和区安乐路还有永珍路口发生了车祸 一名63岁骑士骑车准备要左转 但是没有注意到有执行的车辆当场撞了上去 机车零件散落满地 左转的女骑士手脚骨折腹部出血 而执行的张姓骑士则是左腿骨折多处擦措伤 警方初步排除酒驾酿货 还好两名骑士送医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